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韦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集就讲讲阿基心酸了 不单止心酸,口都很酸,发生什么事 这个世界就是同人不同病,同姐不同病 阿基可能唱一首歌 咱我天生不是义军 美国拖拖拉拉,是男子看的人 什么事呢?原来就是关于环汪 他就说,他就问了西方一个问题 就问,为什么你们可以厚此薄疲? 为什么不能就像环耳那样环汪 为什么你现在才知道 是一向的 扎尼斯说,我也是犹太人,换我 你不是识裂吗 你不是识裂吗 一向他们是第一位,不能说 你不是今天才知道 真正的盟友 真正的盟友就是以识裂 看回美国,英国,法国,弱弹 也直接 在落场配合以色列拦截伊朗的 无人机和导弹 但是 这个阿基 扎尼斯基说 我们要 外国者防空系统 为什么现在只是多一套就是德国给我们 原来他一直对以色列脱走西方的注意力 原来他心怀不满 表达他自己比喪,相当不开心 他心很酸 原来扎尼斯基特意 发表了个电视讲话 他就 扎尼斯基特意 以色列 他又不是北约成员国 我们也不是,他也不是 也没有触发集体防御条款 但是 美英法 为什么再采取行动 盟友为什么看不到我们 对我们援助不够 其实他这个问题就很难 为什么西方难答 为什么你口齿薄屁 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难回答 因为以色列是 一直都是第一位 是不是 是的 真的一直都是第一位 不是今天 如果是 当时 刚刚欧乌战争开始的时候 没有耳巴冲突 对你的关注是 重的 亦都给了很多 援助 但是现在 我真正的盟友 真的有问题了 真的出了事了 我当然是撑盟友先 你当然是排 之后的 重要性一定是降低一点 没得吵 没错 原来 阿基 他也说 如果乌克兰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方面 可以得到类似以色列的全力支持 欧洲的天空 早就可以得到同样程度的保护 你说欧洲 但是没去到欧盟 对 厉害 严格来说是你 这个美国 驻乌克兰前大使 克布斯特 他就说美国 不为乌克兰 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 就说这个就是美国的 这个虚协 胆小 你这么骂 他会给你 他都不给你 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不断 的威胁下 吓坏了拜登 拜登很害怕 也说我们表现得 你表现得不像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他就说我们都要核大国 你试试两个核大国打起来 这个真是好笑 也说拜登很害怕 那说真的 以色列是对哈马斯 当然对伊朗他都害怕 说真的 你想想 这个西方千滴族万滴族 都叫你不要对伊朗那么重手 甚至叫他不要向伊朗报复 当然我相信 以色列不管他是怎样他都会做些事 当然他就说你这样是不是虚拟 是不是害怕 因为背后对手也不同 原来 这个伊朗革命围队也说由于国际组织 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 没有谴责以色列对伊朗外交机构的动手 所以伊朗为了回应以色列的罪行 攻击了以色列 领土之上的军事目标 并且成功摧毁 是这些目标 那么以色列各国 对 他这个说法 对他们国内的人来说 都是有理有竭的 是的 没错 知有明 没错 那么 看回伊朗 当然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根本他就是知道 是不可以打得太大 以色列之后会报复回 但是我相信 都是比较克制 当然 扎尼斯基他就生气了 那么他就说 喂 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空中攻势之后 全世界都目睹了 是 盟军在以色列和 他的轮角上空的行动 表明了 如果基于充分的政治意愿 团结起来来抵抗这些极端人 是多么有效的 那么 扎尼斯基亦都提到 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 约旦最大的 效率 就是今次 就说他们今次联合行动 互相协调 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你不是说得对吗 那么 他不是担心事 他很简单 我都担心你事态进一步升级 所以不给你 你经常说要打到俄罗斯那边 最搞笑看到他就说 这个月底一刻你维亚大桥就会没有 被他搞定了 他被他搞定了 还没搞 但是 你开口开舌 你觉得你这样开口开舌 俄罗斯他 会不准备吗 我想问一下 你都说了 是啊 我看你有所行动 俄罗斯给你动完之后 会不会 视若无睹不做事呢 你升级人家不会升级的 是的 而且你 你打了开口牌 是吗 其他如果你没打开口牌 突然之间 可能 都会是有些效果 但是你都说了 还是他特意说 提醒俄罗斯 当然 扎尼斯基也强调 以色列不是北约盟友 我觉得他 某个程度上 对于美国来说 他比北约盟友更加重要 对不起 是啊 是很特别的 以色列 你不是现在才知道 我们都说 以色列的族裔的人 在美国影响得这么大 其实他真的是 因为北约盟友是不够他们影响的大 所以不存在着所谓触发集体 防御条款的前提 那些国家都没有捐入战争 只是为了保护生命而展开行动 当然他也是声称 乌克兰上空 有伊朗无人机 为什么 听上去跟中东上空一样 为什么你不帮我 射伊朗的无人机 很简单 因为这个伊朗无人机 伊朗就说他是给了俄国 俄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管 就是这么简单 他不是 你 你也不要这么牵强 他是用伊朗无人机直接发动攻势 但是 不是伊朗直接发动攻势 是俄罗斯用伊朗无人机发动攻势 他就说如果乌克兰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方面得到这些援助 一早 欧洲上空就得到保护 就说你们为什么会厚似薄屁 你看他一直想拖欧洲下水 这人一直想拖他下水 但美国就是 拖了美国 美国就是一类回避这件事 就不让你拖下水 看你讲的很过瘾 没错 当然了 将西方的援助和援义程度相比之后 其实以色列 亦都突显了他的 这个重要性 这个是现实 这个是现实 赞尼斯基在讲话当中 亦都 都有感激他的盟友 但是都是说不够 赞尼斯基亦都承诺自己 将会推动沟通 和盟友是 协调 不单是乌克兰发声 其实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的市长 捷列霍夫 亦都表示他希望他的城市 得到 以色列 一样那么多的保护 真是幼稚 怎有可能 你记住以色列 全世界得过 西方 你看 以色列 现在做的军事行动 令到那么多人 走了 他们依然是狗撑 你就看一下 他的重要程度有多深 而且 你说那些军备不够 防卫 要比你一早比了 老实说 现在防卫 防守的军备 都慢慢紧了 都不会 好像 没有战争一开始 那么松手了 因为真的有二把冲突在 顶着你 没错 你不是和他相提并论的 你不是他 你一敢说这句话 哈尔科夫市长就说 要相提并论 同时保护以色列和乌克兰才对 一起保护 财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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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乌克兰官员之外 波兰 的外长也急急 拿乌克兰和以色列作比较 他们的外长 西科尔斯基 也说现在加强以色列的反导弹 系统 当然他也说 加强以色列同时 也是为乌克兰配备相同系统 才可以 同时 是 只有以色列拿到的 没错 他也敦促 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 不合理的东西 都是照样糾撑他的 没错 他也敦促美国国会 快点通过一项 950亿美金的 对外援助法案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 解锁对乌克兰和以色列一男子的援助 他首先提乌克兰再提以色列 这个真好笑 是 看看这个约翰逊 是什么人 就是 众议院议长 美国众议院议长 原来 他也 博一博 他 大家知道 自从12月到现在 两党对于援污 也还有分歧 其中 援以 是140亿 援污是600亿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若汉逊宣布 他计划 将一男子的 这个 援助分成四个部份 并且 单独投票 换取两党议员对于 援以和援污的支持 他也说 当前 乌克兰和中东局势升级 而中国 俄罗斯 和伊朗 都在关注 一句说 台湾人说在乌克人和中东局势升级 台湾人走开,又想绝食 台湾人提到自己排下位 你看这个自由时报,常常说台义乌 你应该最没位 最后面那个 原来约翰逊和共和党的众议院人 举行会议,并且宣布这个分册表决计划 约翰逊在社交媒体就说 这个一男子计划分开四部分 分别就是帮援义法案、援污法案和支持印太 记住,印太里才包含你台湾,不是独立出来的 以及采取强化国家安全法案的四个 约翰逊也告诉媒体,他会推动众议院 按照单一的辩论规定 对于四个提案进行独立的表决 其中包括允许美国 扣押并且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 还有对伊朗实施制裁的 这些都是该做的,都做了 希望这个星期可以完成相关的表决 他一敢说 川普的支持者 死硬不缓污派就走出来了 如乔治亚洲共和党众议院 Taylor Green 格林 他就说如果你要推行援污 如果援污是获得批准 他就可能会推倒 这个约翰选又是想像假木卡石 那也挺破纪录的 现在距离总统选举 大概半年多了 第二个被推倒 现在华尔街的报道也说 实际上 这次伊朗就是 170架无人机 120枚导弹和30枚 120枚就是弹道导弹30枚 是巡航导弹 还有些还没射到以色列英雄 但是被西方和阿拉伯 击落了的相比之下 乌克兰几个月一直都寻求加大防空系统的帮助 当然在国会就卡住了 其实乌克兰当国一直 避免公开直接批评美国的政策 以免人家说他忘恩负义 你不用说 以免人家都觉得你忘恩负义 当然 现在 乌克兰的学者 他们也说大家开始对美国产生不满 你记住是你们 可能美国的民众都觉得他做得对 看回华尔街日报也说 虽然乌克兰和 以色列都是面临战争 但是西方国家 一直是没有帮助乌克兰建立以色列 这样的巨大防空的系统 你不要忘记 以色列有些是自己的技术 是吧 你先进程度已经跟以色列是差一点 其实西方的国家都是买以色列的军备 与此同时 美国和乌克兰 还有以色列的安全关系 都是不同的 这个都挺好笑的 原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 John Kirby 他真的有回应 原来 他就说 有记者就问John Kirby 如果美国和盟友可以 帮助击落 以色列上空 伊朗无人机 为什么 不能够在乌克兰做同样的事 John Kirby 接受记者访问时 我就知道会出现这个问题 听着 两个冲突是不同的 不同冲突 不同空域 不同威胁 并且就说 总统拜登 从乌克兰 冲突开始 就一直表明 美国 不会 以战斗的角色 参与这场战争 当然 这个乌克兰当然是想他参加 我们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其他需求的工具 协助他们保护领空 很遗憾 我们现在做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他们 那么迫切需求国会 应该没有那么迫切需求 是 国会的一些资金 但是 他说没有那么迫切需求 因为国会不批 我相信 看看 原来 其他的白宫官 也说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 这个是说对 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 说真的 日韩都不如以色列 大家知道 以色列就是唯一真真正正美国 是坚挺地支持的盟友 乌克兰不可以拿自己来 与以色列相提并论 真的 是的 其实 乌克兰 当然 我觉得主要是 欧洲那边 就叫美国帮忙 你想想以色列 你记住 他的族群 在美国 什么界别 都很有影响力 你 有没有那么大影响力 别人就问你这句 难听些说 他们 肯定来都行 他们 美国的政客 认识过 哪些得罪得 在哪些得罪不起 连 《华尔加日报》 这个 主流媒体 亦都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 是 可以 跟以色列有相同的地位 他们跟美国的防务关系 最密切 不是更是罪 美国跟以色列共享 高度机密的情报 并且在区域政策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 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湖 经常就是 无视这个拜登 但是 其实 没有人敢说 以色列可以放弃美国的 美国也没有人敢说要放弃以色列 相比之下西方一直 没有在 在澳湖战争当中直接动用军事力量 当然澳湖战争初期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城国 甚至是 拒绝乌克兰提出的撤立禁票 要求 理由是后勤的挑战 以及如果这样做 没有 等于是跟俄罗斯宣战的 到此时 他们都不敢直接跟俄罗斯 战争 自从那次之后 对局势升级的担忧 也使美国和其他盟友 放缓了对 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脚步 另外由于担心 和俄罗斯直接冲突 可能是 升级为核战争 美国和其他北约城国 一再否认 直接向乌克兰派兵 但是法国总统 马克朗 他早段时间都说 不排除 向乌克兰派避免 部队和俄军队着干 但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立刻出来 就切割了 大家明白为什么 当然 现在乌克兰 他吹得这么急 其实都没什么用 好 最紧要 看共和党怎么办 这次时间就先来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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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